Hello, 歡迎又回到這個星期的 YOLO 街 這次我就想試一下新的形式 因為之前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很多集都會有時有很多問題要回答 其實都講了大半小時, 接著再講題目 就會很難在一句的標題裡解釋 講了什麼題目有時找又難找 所以這次我就想試一下分兩節來錄 第一節主要是回覆其實上個星期 在《健安的未來世界》裡面提到的題目就是 Alpha Fold 關於蛋白折疊結構 講完之後其實我也聽到很多不同的評論、 feedback 問題 所以我也想用一些時間去詳細再解答 還有講多一點上一次未必有時間講到的資料 因為畢竟那個範疇是比較廣闊 其實我也看上一次也講了一個半小時 不過真的那個區域太廣闊 很難一次過遮蓋了 所以這次就會用第一節來補充一下 而第二節先會講到YOLO 街 今個星期的正題就是關於什麼是 所謂的play to earn NFT game 就是這兩三個星期 講得最火合的一個題目 在blockchain 裡面 那為什麼XC Infinity 這個遊戲本身這麼多人提及呢? 還有為什麼我們作為香港人 特別需要知道這個題目呢? 就會在第二節講了 第二節可能會在第一節之後的幾個小時出油 或者是一天左右就會出油 上個星期在幾安的未來世界 我們就講到這個alpha fold 對於蛋白折疊結構方面的一些突破 講完之後呢 都看到很多聽眾 你們都很有心機去寫了一些比較詳細 和多元化的一些留言 在youtube、patreon 和在curious都看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因為這個題目 真的比較廣闊 都需要可能多一點的時間去細節地講回 某一些地方或者某一些subtopic 所以我想特別用這次的第一節時間 就講回這些評論的Q&A 上一次其實這些評論我也看到 最多的都是會說 其實由病到找到一隻藥 出到一隻藥 其實沒有可能由alpha fold 那麼簡單就會完全解決了 其實可能都是令到整個過程的一小部分 就是解決這個protein fold 蛋白折疊的問題做快一點而已 然後又會說 其實這個解決了protein fold 問題都解決不了整個過程 最小錢不是那裡 最小錢是這個臨床實驗 在這個研發時間裡面 最大小和最多金錢 放進去的地方 不是那個discovery 在這個臨床實驗那裡 而alpha fold 對臨床實驗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我覺得整個解說就是 為什麼是 yes and no 為什麼是 yes and no 那我就會慢慢 希望可以用 接下來的十幾分鐘 去說回多一點 為什麼我會有某個角度的看法 就是第一我想 當然如果是alpha fold 解決了問題 我也想 不過 不可能的 不過呢 他說這個時候 我又想起 其實幾次的 什麼是一個 silver bullet 就是 多人片 有沒有看過 有套戲 好像是七八年前 叫做Elysium 是Matt Damon做的 我就覺得 OK 好看的 不是說極好看 好看到我會再看 不過我也蠻興趣的 那麼當然 他那個故事 其實目標是想說 一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那麼他貧富懸殊 他就用了這個地球 和一個外太空殖民地 來做對比 那麼當然 整個故事一定是出自 就是說 我們人類已經把整個地球 弄毀了 弄得熊熊懶懶 那麼就剩下一些 最無能力的人 就留下地球 有能力的人都移民走了 那麼 那麼 而其中 他 用了一個最大代表性 怎樣去 描述那個地方 那個殖民地 是 有多麼 貧富完全 比起地球 就是說 在那裏呢 就有一個機器 叫做Map Base 那麼這個Map Base 就是B-A-Y 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 床 透明床 那樣樣 就是好像一個 那些叫什麼 Capsule 你就躺進去 你有任何的病 或者你身體受了任何的損傷 你躺進去 他的機器就真的是一個 SILVER BULLET 無論你是什麼 頭暈生氣 弄傷哪裡 他都可以一數 他就幫你 要不就給你 要不就 直接幫你 注射了藥 要不就幫你療傷 那 我想 我們現在離開那個 情景 可能就遠一點 不過呢 反過來 可能 未必有一天 可能會有可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起點 也有點像 就是在哪裡呢 就是先 你用回Alpha 4的邏輯 可能機器的第一代 就未必可以 立刻幫你做到那種藥 但是他現在可以做到 就是掃完你的身體之後 知道你受什麼外來的病毒影響的時候 他就可以立刻分析那種病毒的脂肪 摺疊3D型態 無論如何 說回正題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用一點時間 未必 希望不多過一兩分鐘 說一些比較悶一點的背景 就說回去 因為我相信 我們從小到大 其實大家接觸到很多新聞 又或者看電視 聽得到的都是 很多是關於 藥物研究 臨床實驗 1、2、3 其實很貴 又難 時間又長 其實我想說 基本上 你想想整個製藥過程 就是藥的研發 藥物開發 最簡單 你可以想它為三部曲 第一部份 就是指的藥物開發 就是尋找那種候選藥物 第一部曲 就暫時大概是 當它三、四成 而整個過程 製藥開發 研發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當然 每個人都有些不同的說法 有些是打起 我想是十年以上的 但是 大部分都會同約 十二至十五年左右 平均 而當然 用得這麼多時間 就肯定很貴 將單賣起來 看看 都最少十億美金起跳 可能很多現在這些癌症 那些癌症是指的 大概是二十億 二十五億美金 那麼它第一部曲 就用了三、四成時間 三、四成的 價值 就是這個所謂的 drug discovery 候選藥物 也都是之前說到 可能是alpha fold 做入幫助的步驟 那麼第二部曲呢 就是 有一個聽眾說到的 就是 那個clinical trial 就是第二部曲 那麼 我們其實這個clinical trial 你會聽到 有pre 有1、2、3期 臨床實驗 就是preclinical clinical 1、2、3 那麼 這個clinical phase 其實 佔整個步驟 大概五、六成左右 那麼 所以呢 聽眾是說得對的 它就是 最貴 三部曲裡面最貴的一部分 也都花時最長的一部分 也都是五、六成時間 那十幾年的五、六成時間 都花在這個clinical trial的過程 那麼 而最後那一部曲 第三部曲呢 就是這個 拿approval 就去FDA 拿這個FDA approval 那麼 大概可能說一至兩年 但是呢 我又會說回 之前聽眾說 喂 是clinical 你看現在所有能夠 接受到的 的藥廠的數據 clinical是最貴的那一部分 佔了五、六成的錢 也都是五、六成的時間 那麼 但是呢 我會說 就是我再看回 有些其他的數據 也都要考慮到 就是你都知道 這些clinical 譬如每隻藥 究竟用了多少cost 很多時候出來的地方 是因為它那個藥 譬如說每條藥 它負責那個團隊 可能最後大部分 你都知道 你做過corporate 的藥出了一、兩年 你都要做個pnl 就是你要做個RI 是很快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就是有個cost benefit analysis 究竟 達不達到 達不達標 是不是好像之前 預測的那樣 究竟這隻藥花了多少錢 我們是不是賺得回來 要多久賺得回來 那你都知道 經常做這些cost benefit analysis RI那些 就盡量提高revenue projection 就是盡量壓低個cost 很多時候 所以我就會 question 其實它的cost裡面 尤其是在第一部曲 那個候選藥物研究那裡 其實是不是有很多 走漏了的cost 為什麼我會說 它有很多 有機會是走漏了的cost 就是你看回其他一些數據 譬如我看回整個市場 它有數據看到是由80年到2006年 二十幾年的時間 它第一部曲的那個 找候選藥物 就是走去找這些 適合的候選藥物 它每年大概說 所有的團隊花費是300億美金 但是300億美金 說到每年的產量 就是它找到多少個 它真的會推進去 医院的候選藥物 說到是五個 平均 所以我就想 其實你這條數 300億 找五個候選藥物 就是五個區域的候選藥物 你當它 因為一個候選藥物 其實自實來說 它可能不是一隻 它是說一個群組的候選藥物 300億 五個 那很多時候 你也知道 這堆事情 全部都是在 lab 裡面發生的 一直在研發研發 你找不到那些 team 你通常都不會馬上說放棄的 你經常找不到 你就會一直找 所以這條數才弄到這麼大 就是可能 你找到的有五隊 其他有五百隊 都會說 我正在找 我正在找 可能找了六五六年之後 都還沒找到 最終是要靠 那個藥廠 最終可能剪掉它的預算 真的熬不到 它才是 當成閉嘴了 那個研究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研究 都是半生不死的 就是 放少一些資料 不過又不會完全去剪掉它 所以變了 很多時候 我會懷疑 其實這個每年 耗費300億這條數 究竟有多少 是根本 不會擺入 從來都不會擺入 一些 就是成功了 那個藥物研製 那條數裡面 因為你想 你是 成功了 那條團隊 你都盡量把那個 價值放低一點 因為你好看嘛 比你上課 喂 我的製品是這樣的 我幾多年就回本 現在還賺很多錢 盡量就不要放那麼多 無關 不關你事 那些失敗了的研發 尤其是在drug discovery 那一部分裡面 所以我會看 就是 yes and no 現在看到 數據 醫生出來的數據 可能是覺得 是三四成 對五六成的分辨 那 但其實我覺得 如果有一條 這樣的引數 在裡面的話 當它平均來說 我就會考慮 其實可能是 幾乎是五十五十而已 那如果五十五十的話 我也會覺得 你不要管五十五十了 就算三十三四成 都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 cost 和 time consumption 在這個第一步驟 就是drug discovery 那其實再拆一拆 其實為什麼 Algolfo會對 那個drug discovery 這個三至四成 總時間 總資金 那個步驟 step one 是這麼大的影響 那我把這個 第一步驟 就是這個drug discovery 準備好沒有 再拆開 再細分一次 其實整個drug discovery 可以怎麼說呢 就是怎麼簡單去明白呢 其實也不難的 我想你最容易就是 分四部曲 就是說你整個 第一步 drug discovery 裡面是分四部分的 四部分 step one 就是什麼呢 就比較簡單 其實現在有沒有 alpha fold 你都做得到的 比較簡單 straightforward 就是說你每次 發現了一個新的病毒 的時候呢 你要排列它那個病原體的蛋白質連續 就是說它那個protein sequence 就是它那個 amino acid的 sequence 那這樣東西 現在來說 有沒有alpha fold 都不難的了 那好吧 你找到了它的 sequence之後呢 第二呢 你就要研究 喂 我知道了你的材料而已 那我就要知道 好像我們上一集說到 究竟你拼了這個蛋白質之後 那個 那個3D結構是怎麼樣呢 你是怎麼摺的呢 那個蛋白質 你的摺疊方式是什麼呢 那麼 那麼這個step 就是很花時間的 現在沒有alpha fold之前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技術 只是你每一個要放進去一些 非常之精準的機器 或者一些crystalline機器 我都不要問我 我不是這方面的expert 但是呢 現在就說step 2 如果有了alpha fold 那個變化是很大的 其實你可以想的 那個想法就是 One of the ways I like to think about it 是好像你去銀行打劫那樣 其實你第一個步 其實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 你去銀行打劫前 你都會弄一個藍圖 你要知道整座建築 那個出入口在哪裡 那個藍圖的房在哪裡 整個裡面的結構是什麼 那麼這個就好像你的second step 你要知道那個蛋白質 整個蛋白質的那個3D結構 好了 你有了這張銀行的藍圖之後呢 你主要目的是打劫 你知道了它的櫃圓桌在哪裡 都不夠用的嘛 你最重要是知道什麼 你最重要就是step 3 就是你要精準的知覺 你的target在哪裡 你的target當然是隔壩 所以在這個drug discovery裡面 它那個第三個step就是 第二個step 你要知道銀行結構是怎麼樣 就是你要知道整張銀行的blueprint 第三個step是什麼呢 就是最重要 你知道了整間銀行的blueprint都不夠的 你要知道了 exactly 你的target 就是你那個甲慢在哪裡 是什麼形狀 是什麼料做的 因為你打劫嘛 你最終要知道 你知道了隔壩是什麼形狀 在哪裡 什麼材料做的 你才會 能夠推算你用什麼方式 可以是走進去隔壩裡面 那麼那個方式 什麼方式可以走進去呢 就是它的step 4 就是說 你找到你的target隔壩之後 知道了它的 Dimension 它的材料是什麼 它是什麼格式的隔壩 什麼類型的鎖之後 你就第四step了 第四step就是 我用什麼方式可以打開它 那麼你病毒的想法就是 第一 我知道它這個病毒 protein 是有什麼amino acid 做的 第二 我知道它整個protein的結構是怎麼樣 第三 我要知道它整個protein 哪一塊的結構是我的target target是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就好像我們現在接觸的COVID 為什麼我們會經常聽到這個 spike protein 就是COVID的spike protein 就是最重要的 正正就是 你當我們的例子就是 你知道 protein的corona virus 它整個 它所有這個病毒裡面的protein結構 OK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其實它最 我們要最標靶的target點 就是它的spike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spike 在病毒來講 它最標靶的地方就是說 它什麼部位 是對我們人體造成最大的傷害 那麼在這個COVID上 就是這個spike 因為沒有了這個spike 是這個spike 才能令到它 它spike的這個形狀 它protein這一節的形狀 才能令到它這麼容易 去陷入我們原生 我們身體裡面有的這個ACE2 沒有了這個spike 它不是這麼容易去插入我們身體本身的細胞裡面 而令到我們細胞幫它做了這個機械工廠去生產它這個病毒 所以 step 3 就是要找到你的target 而step 4 就是要 你找到這個spike之後 就要找到 我拿什麼去治療它 我知道了它那個標靶 其實我們為什麼叫標靶藥 標靶藥就是這樣 就是你找到標靶藥的target之後 你才可以去找藥去治療 就好像你開鎖腦一樣 喂 第二個step 是我要發現整個鎖的結構是什麼 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沒有鎖 我要拆鎖出來 我知道了結構是什麼 第三個step 我知道了整個鎖的結構 我要知道它裡面其實 哪裡那個形狀 是最跟別人不同的 好了 第四個step 你找解決 就好像你去 好像 我會經常想起 不知道為什麼 我經常想起這個現場 我會突然在腦海裡面 想起step 4 我就會想起 你去劫獄的時候 以前經常看電影 看到一些劫獄場面 尤其是中式那些 舊的那些 那些 古裝片那些劫獄 你會經常進去 要不就 打暈了那個肉櫥 這樣 然後肉櫥的腰封那裡 一定是抽著一大抽鎖匙的 那麼那裡懷孕地 你目測可能是有二十幾條 那時候就不太多 就是看上去好像二十幾條 或者三十幾條 那樣 但是在有限的時間 你要試 你都 經常都是很厲害的 因為你逐條試 那 但是第四個step 其實現在都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 AI之前 就是很多時候 科學家 或者科學團隊 是靠經驗 就是說 他們知道了那個標靶 是怎樣之後 他們憑一些自己的經驗 或者他有一些 Data Base的資料 他會 以人手 或者人力 去推算 我應該先試哪些鎖匙 而AI最大的幫助 在這一節 就是說 你不要試那二十幾三十條 我現在告訴你 這兩條 就好像你拿完肉櫥 腰封的抽鎖匙 突然間 有個燈神在旁邊告訴你 喂 你不用試三十條 這兩條 這兩條的成功率 是百分之百多以上的 那你在這個有限時間 拿著那一套鎖匙 正常的你 你都會馬上試那兩條鎖匙 先的 那正在整個 在這個drug discovery 選擇藥物這個 裡面的小四部曲 之中 其實你看到 在差不多 除了頭那個 根本就是容易做的 現在都 二三四那裡 alpha flow 對它的影響都會很大的 就是說 第二 你得到病毒的基因排序之後 它幫你找出 或者predict出 那個蛋白質 3D結構的速度會快很多 你看到結構快 它也可以快幫你找到 它那個所謂的標靶點在哪裏 而有標靶點之後 反過來 連第四個step 一天找鎖匙 它都可以很快地在現有的所有的 鎖匙 那裏 去推算哪一些 會對它最大影響 或者最有機會 能夠 行制到它那個標靶的 這個就是 當然在這個新的drug discovery 那裏 但是你想一下 再好彩一點的 為什麼它那個影響 其實 我自己的角度就會覺得 它的影響 遠遠不會 只在 drug discovery 那裏 它會在 clinical trial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 第二個step 就是大step的第二個step clinical trial 經常 你百分之五六成的時間 都是用在 clinical trial 那裏 為什麼 alpha fold 都會對它有影響呢 就是說 第一 你在 找的時候 或者 當然 當然 你平常 你會找到 我會試這三條鑰匙 但是你想一下 在一些幸運的環境之下 你會突然發現 咦 不是啊 三條鑰匙裡面 有一條 其實那個protein 特徵 已經是用在一種 在市面上有的 藥物裡面的了 那麼 很快你就會想到 咦 我應該那種藥 就馬上可以 丟進去臨床了 為什麼 原因是 雖然臨床很貴 五至六成的時間 五至六成的金錢 但是 其實 它臨床實驗 中間 你可以想一下 想的方法 是它其實分開兩大部分 其實一種藥 為什麼要去臨床實驗 最大兩部分 就是 一 它要測試 始終要放在人家裡 很多時候安全考慮 是一個非常大的因素 第二 當然 當然 你的藥 要放出市面 那種藥當然要有效能 就是它的 efficacy 而你在一些 循環再用的情境之下 就是我們叫做re-purposing 或者叫re-positioning 重新定位 它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三條鑰匙 發現有一條 其實原來已經是 一個市面上有的藥 你就可以考慮到 我是不是應該先 嘗試將它 用一個重新定位方式 來推上市場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說 我們剛才說到的 你clinical trial 其中一個很大考慮的因素 就是那個safety 藥物安全性 而所以在clinical trial 裡面有很大的錢 其實用在測試 generate data 上面 都是以一個安全定位 那邊來做測試的 而這些已經上市的藥 其實你是可以有權要求 是reference 它以前 你自己的數據 又或者那時候是人家開發的 人家去申請臨床時候 它的安全指標數據 和它的pharmacokinetic 數據 pharmacokinetic 中文是有些巧合 我想不是很需要 特別會知道 它叫做虐待動力學特徵 簡單來說 我覺得連pharmacokinetic 你都不用記著這個字 其實它是很複雜的 詞語 其實它說的只不過是說 那種藥 進入了你身體之後 你身體會對它產生什麼反應 其實就是說 你當那種藥 譬如一粒泰倫納 就算我沒有頭痛 我吃了那粒藥進去 我身體如何吸收這種藥 和我身體會對這種藥 產生什麼反應 這個就是pharmacokinetic 在安全和pharmacokinetic 這一方面的data 一些trial generation 那些 如果是一種已經是市面的藥 你就可以省下很多 這一方面的測試 而在你整個clinical trial 的過程之中 你可以說 可能又幫你省下二三成的錢 還有另外 很重要的一件事 都要記住的就是 clinical trial 不止時間長 還有 clinical trial 123 以期臨床測試 即是phase 2 永遠都是最大失敗率的 即是說 你可能是生生苦苦的藥 去到已經都過了差不多 加上七八年八九年時間 去到phase 2 其實你的失敗率是 只是在phase 2 失敗 是可有七 去到phase 2 的藥 都會有七成是會失敗的 而如果你是用一種重新定位的藥 所以至今的數據看到 他的成功率過phase 2 是會高兩至三倍的 所以對一些 現有藥處方的holder 即是一些大藥廠 或者中型藥廠來說 如果他在整個藥的研發過程中 其實每一步他都會看到 有機會能夠幫他 做出一個significant saving significant saving 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在講 藥物研發三部曲的話 第一步 你找候選佳例 你要找可能是浪費你三四成的 那一步他很大的impact awesome 接著第二步 clinical trial 雖然impact 小一點 但是他都可以將五六成 再拆走 即是五六成的一兩成 或者兩三成的cost 其實你前前下後加加賣賣 即是小數怕長計 這條數其實就會很吸引 你會覺得絕對是 有incentive 和有cost benefit 原因 你應該要去投資 即是研究怎樣利用 這個alpha fold 對你開放的data base 而且不只是開放的data base 他是給了原代碼給你用 所以你自己很多這些in-house的藥廠 其實自己都有自己的AI團隊在 因為他們之前不是做protein的研究 他們之前是有另外一種研究 是在那些藥的molecule discovery 都在用machine learning 來做 所以既然他開放得完代碼 證明他自己本身這些藥廠的team 都可以去自己去研發其他的不同的用處 即是怎樣去打擊他們想找的protein 即是整個東西 我有時想想 就好像覺得整個 尋弱好像選美一樣 你初初好像以前我們說的 皇帝是甚麼後宮佳麗三千 哇三千個人 你想想 如果你是那個太監仔 每晚皇帝說 喂 你跟我去找我很煩 你這麼多佳麗 你找三個給我 不過呢 如果我三個都不喜歡 那你就斬頭了 那你太監仔你就死了 我已經三千個 就算我認識了皇帝很久 知道了他的脾性 要在三千個之中選三個 哎 失敗機會都很大的 那如果你想想 喂 突然間不是啊 阿登神在你旁邊說 哎 弟弟 不用那麼害怕 我幫你已經篩選到今晚 基於我幫你用AI做了的資料 就說 你不用這三千個 你這三個呢 命中率是八十以上 八成以上的 那你可能都突然之間 哇 我心都定一定 哎 好了好了 今晚不用死了 今晚不用死了 無論如何 笑一笑 這一節呢 就講到這裡為止 那其實主要都是想 解釋回 或者講多一點點 一些不同的數據 或者不同的 breakdown 希望大家對這個話題 會更加有一些長遠的興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在下一次 接下來的 幾個未來世界裡面呢 我們 我也會想再講 關於生物學的 因為其實生物整個 環節 環面 對我最有興趣 我覺得是這個 生物三劍合 哪三劍合呢 就是我之前 我們講過的一些 生物機械工程 Bioengineering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前面的集數 提到說一下 MRNA其實 疫苗的疫苗是怎樣 怎樣做法的 它那個 機械工程度 是怎樣 它進入了身體 其實是怎樣 利用我們身體的機械程 機械程序 去做出這些礦體 Bioengineering 那這一次講的 上一集講到的 就是AlphaFold 是這個 AI對於 biology drug discovery 的影響 那第三 我覺得 三劍合 還有一句 就是你有了drugs 那怎樣呢 那當然 不能不提到 或者去了解一下 就是CRISPR 這個基因剪接 因為基因剪接 最大的用途 就是作為一個drug delivery 就是這個 肉藥物遞送的管道 怎樣可以很精準地 將就算你用AI 也好 AlphaFold 也好 其他AI的程序也好 發現了的藥物 怎樣將它安全 精準地送到你身體所需的部分裡面 那就是CRISPR 其實會對這方面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所以下一次呢 我們會講一下關於這個CRISPR 這一節說到這個為止 下一節呢 我們就會進入YOLO街 這個星期的主題 就是關於這個 Play to Earn NFT Game 究竟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 每個人都在說這個 XC Infinity遊戲 好了 拜拜